国安肺炎持续扩散 中国大陆以外的日本 韩国 伊朗 意大利等地 相继陷入重灾区 美股吓坏了 川普投顾再度跳出来指挥行情 能发挥作用吗 国安肺炎疫情打乱了 中国大陆经济运作 连带波及全球各国以及企业 工链中断 消费力道减弱 对全球经济冲击也逐渐浮现 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也难逃波及吗 疫情扩散 戴琪口罩的国家超过了半个地球 作为市场其余指标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和黄金的价格 透露了哪些讯息 金融市场的杀戮真的来了吗 忧心疫情延烧 外资加大卖超台股的力道 台股回档幅度却有限 这波疫情反而是台股的探照灯 价值型股票渴望浮现 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 老谢看世界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 老谢看世界 我们来看在这个礼拜当中 全球的武汉会员的疫情 不断地在蔓延扩大 这个弧队效应 现在不断地在传开 我们看到中国的疫情 慢慢在收敛 像上海的确诊病例 已经大概一个礼拜增加很有限 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日本现在不断地在扩大 那日本现在病例894 7个人死亡 这当中有705例 从钻石沟渡号所传开的 所以日本是全球第一个破口 而南韩现在到1595个病例 有13死 那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 南韩的扩展每天都增加两三百例 也带给亚洲周边国家很大的压力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 南韩的病例一周前大概只有159 现在1590大概成长10倍 那我们也看到南韩现在 这个疫情当中 这个文在寅总统面临被罢免的压力 而现在的经济成长力不断地下修 另外一个中东现在伊朗到139个病例 然后19个人死亡 这个也是不断在扩大 另外这个传到欧洲 欧洲很多国家 现在全世界大概46个国家都有疫情 意大利现在有47个病例 意大利现在470个病例 现在有13个死亡的病例 这个对意大利对欧洲来讲 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到全世界大家都在 面临很大的调整 全球股市全面的下跌 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原来以为欧美相对强势 现在全部都面临很大的调整压力 川普现在生气了 美国道琼跌了2000点 那现在川普说 疫情专家制造危机意识 那福德说现在股价便宜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CNBC的频道 每天都在大幅的转播 股价下跌的消息 你看到道琼现在连续的三根黑线 大概下修到连线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那个乖离过大 现在大概修正也大概才开始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变化的讯息 另外德国股市也大跌 恐慌指数原来在13 14 这个礼拜最高一度到30.65 所以恐慌指数开始拉高了 美元的指数 这次最高到99.91 将近100 这个也给全球带来很大的压力 美国的10年载 包括30年载都走向历史新低 所以10年载的殖利率往下走低 房金的价格到1691块美元 这个现在的马克莫比斯特别强调 他说房金三年之内 五年之内会来到3000美元 那这个是大家看到避险的商品 不断地在受到大家青睐 股市的部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现在台股在前一波的低点的上面 还没有破底 现在相对是强势的 OTC现在表现相对比较坚稳 所以这是台股在国际疫情当中 我们算相对表现不错的 日经有明显的下跌 南韩情况是非常的弱势 但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 在这一次疫情当中 全世界的重心 所有起源的地方都在中国 但是中国的股市表现相对出类拔萃 你可以看到深圳的A股 最高已经来到2035 这是相对最高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到 香港还没有中国那么强势 那香港公布现在 现在整个出口的表现都非常不好 那这个也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 那台湾的经济这一次一定会受影响 这个影响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经济下修之后也会冲击台湾 但是台湾有一个比较大的 过去来看 回经济的因素它调整会比较快 另外在低利率的情况之下 台湾相对来讲 还是有一个高值利率来做保障 那这个时候外资大幅调解台股之后 台股后面的这个变化 大家值得注意台积链还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焦点 就是美国的ADR现在在55块美元左右 台积链能不能对台股撑住半边天 我相信这是一关键的走势 等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特别请教吴金融 来跟大家讲在产业链的这个撞击当中 在中国的疫情之下 现在半导体等相关产业 到底受到多大影响 邱志昌也会告诉大家 在全球疫情的激荡当中 我们未来的投资策略 等一下回来听听两位的说法 稍微来 等一下回来